艺术家眼中的风暴世界究竟是如何呢 充满张力 隐喻的抽象画 在法国艺术家Bakia的诠释下 带民众一探神与人的世界 首都有外国艺术家 进驻新比山永宙海滨美术馆 在旅发艺术家 同时也是基欧女儿于家芳的策展下 将法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 与在地相关的文化符马紧连 带大家感受海洋色彩的流动 及黎明和黄昏间的美妙氛围 长期在国外推广家乡文化 有一些历练 一次偶然的相遇 跟这次我再回来 邀请到的法国Bakia 这个当代艺术家 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说 可以带她的地站到台湾 可以跟家乡人一起分享 创作里面的天地 那一家到正兵国小 然后跟我们在地的孩子 一起去看看 国外的创作 怎么互动 怎么玩 整个台湾颠覆一下 我们一起来玩艺术 风艺术 规划系列活动 就是要把艺术的感动 渲染得零零尽致 5月7号下午2点 将举办开幕表演茶会 欢迎有空的民众 来新冰山 永州海滨美术馆 可以来色彩屋走走 欣赏着获得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艺术家行李奖的Bakia 来台的风暴创作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我听说 我听听说 是感谢